是 禮拜五媒體圈傳說 前一天晚上大家都已經下班要回家了 已經工作到很晚 在七八點的時候 吃午餐 晚餐的時候 就突然有個消息 其實包括蘋果 包括所有的記者 都趕到某個現場就傳說被自殺 被自殺 說他跳樓啦 對啦 說張寫要跳樓 他跳樓可能不是自己跳樓 是別人推的 所以叫被自殺 所以那天晚上就忙到一個狀況 但是這個新聞都沒有浮上檯面 所以這個案子的本身 真的是撲朔迷離 然後曲折離奇 大家就在 新聞圈裡面就在講說 如果真的讓張寫要萬一怎樣的話 這個政府真的跳到黃河都洗不清 因為過去的紀錄都這樣 最後看到的紀錄大概都是這樣 那後面怎麼樣 我那天看新聞 最得新聞最吸引我 在寫要跳樓 恐怖 然後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對不起 我再問一下 他說這個都是用 福林飯店 不是 軍藥 那個軍藥 軍藥飯店 軍藥飯店 沒有回家睡覺 對 他沒有回家睡覺 他就住飯店 大直的官邸沒有回去 他去住飯店 他有忐忑不安 他從第一時間就 住飯店還是一樣會抓得到啊 如果真的要抓到的話 洪英哥我們今天這個 真的可以一整集講不完 太多東西在裡面了 我先把幾個 因為怕等一下過去就沒辦法再講了 撫方的看法 我的了解 被跳樓是張騫耀自己放 撫方啦 因為剛才那個 軍藥姐講到最對的喔 現在都已經這樣 他講到說他被黑道追殺叛徒 如果他真的死了 一定會覺得是政府把他害死吧 所以就是說這個 如果張騫耀死了 這個訊息是對誰不利 是對馬政府不利 不是對張騫耀不利 當然他死了以後就沒有了 他是受害者 所以在那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撫方就已經在預判說 他可能會有那種悲情說 我要被打壓 我可能會怎麼樣 所以這個消息反而是 事實上我們周邊有人接到這個訊息 聽說張騫耀要掉了喔 那打來問的人其實是跟他還蠻熟的人 是曾經被張騫耀當立委的時候 幫助過的這個商人老闆 打電話來問說聽說沒有啊 我不知道啊 哪有這個事情 去查了一個小時之後說沒有 所以其實我現在講說這個事情 我怎麼看 那媒體收到張騫耀自殺的消息 媒體是收到誰 我現在已經跟你講了 就是我收到的是 都是打來查證的 是說欸 天愛公他呢 我不知道誰是收到的 當天晚上我也是接到一通電話 主要是也是商人 是商人沒錯 一個有錢的商人 剛好跟一群高階警官在吃飯 突然一個電話來 高階警官接到一通電話來 所有警官在飯局一半就立刻全走 那當然在這個現場說 怎麼突然你們這些貴客 中國都要走 所以呢 當時就 就這個商人以及周邊人問一下 到底什麼事情啊 他說張騫耀跳牢 哎呦 所以就這樣走了 所以你不曉得說是傳聞到底是 警方來的 你剛講的是警方 你就是說這個商人 這個消息其實是就是說 剛好是剛好高階警官 接到了這麼一通電話 但你不曉得電話是不是跟這個 張騫耀跳樓有關 這個消息有關 這個商人是做什麼行業 百貨 百貨 是個大商人 大商人 哦 是雙人取 還是什麼嘛 那就不要問了 那就不要問了 他就不要問了 他就不要問了 這樣就只有一個嘛 百貨業者 百貨業 雙人取是一家 還不錯的雜醬麵的店 但是我要講回來 其實每天消息都看到說 政府就是控方 控方是政府嘛 對 我發現控方的消息 彼此之間都矛盾 而且到後來都彼此打自己 譬如說 左手右手 本來說調查局說 掌握了中間人 結果呢 陸委會說 哪有那個什麼中間人 甚至陸委會還說 到底張賢耀 把這消息卸給誰 他們也無從掌握 那既然如此 那剛剛今天 這個韋翰所講的 也就是說 今天也有很多媒體提到的 顯然是統一放話的版本 就是說 那個撕掉秘密 機密的那些封面的東西 好 我想請問 那你如何證明那個東西 是張賢耀傳出去的 那剛剛也問了 如果他真的有機密 你應該讓對岸看到 你這個等級 你那兩次了不起 而且我說實在 機密那個還值錢啊 你如何 對 就是說你如何證明 那是張賢耀傳的 那你要把這個傳 而且傳過去的東西 你也要證明 沒有其他人也傳同樣的東西 就是說今天 你如何證明 好不好不止一個 我想不止 因為你知道 假定說 他的消息來源應該是說 如果要確定張賢耀是 是共諜或是洩密者 第一個 這個是那邊有人窩裡反 把張賢耀傳過去的東西 直接告訴我方 說你看 你們的機密的東西 絕對機密的東西 竟然在我們手上 那這個人其實是台諜 你知道嗎 這個人應該是台灣方面 安在共產黨的間諜 他發現了說 哎呀我們竟然有無間道 我們那邊竟然有傳東西 而且傳這些機密的東西 到我們這裡來 所以這個人才把這個消息 重新向我們政府舉報 那政府要去查說 這個資料哪裡來 那因為你要知道 傳真 其實這些情勢人員 或者是這些重要的單位 他們的傳真 他們的影印 其實都有密碼 都有暗碼 都有一些浮水印 你知道他都不能逃的 張賢耀 如果他是搞情報 他是搞國安的 他不會那麼笨 他真的不會粗魯到說 我自己去引 去情貨角逆施 我自己去影印傳真 對 你回到那個 我們現在不知道說 他到底怎麼交出去 可是顯然 我現在講說 我現在看 那陷害不斷的 那不是說 我現在把我所知道的 跟大家講 我在看這件事情 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都看到 兩派胡言 就是說 不是一派胡言 我們俗語叫一派胡言 兩邊都隱藏了 對自己不利的話不講 盡量去講對自己有利 我覺得兩邊都有隱瞞 那我現在就是講 我所知道的 張賢耀的版本 跟普方的版本顯然不同 可是他們各自有他們的邏輯 那包含了剛剛洪毅跟你所講的 那個張賢耀的第四點 我是因為馬錫會 馬錫會的關係 所以要對我張賢耀除之而後快 那個點都被解讀是故意要給記者拍 因為他在那個地方不講話 手上他那時候指還拿蠻高的 然後他的後面很多的是記者 對 所以洪毅跟你講對了 浮方的判讀是他是搞情報書 他是警大畢業 而且他曾經在國安會待過 他就是不要講 然後讓大家拍以後 他知道大家會去寫 對他就是寫 所以那時候要停住了 以後大家趕快看第四點 所以就是因為張賢耀懂得 我如何保護自己 怎麼可能會粗魯到自己去影印 接著傳真還被人家找到 現在沒有人講影印的 就是他把東西交出去 那怎麼交 就直接當線直接帶過去啊 那又怎麼知道的 政府方面 對 那政府方面 或者是陸委會方面 或電話局方面 又如何知道 這是張賢耀交付的東西 我作為一個觀眾 我只有一個問題 這個人如果這麼密集 你如果沒把它扣起來 證據確鑿 你什麼要做當事長 再來就是說 你如果證據真的台藝系的時候 你如果張賢耀 怎麼會留這麼多工 我不是 欸 你是張賢耀 你會乖乖聽話嗎 會嘛 因為這是這麼大 兩個一比較嘛 對不對 怎麼可 再來就是說 你事情搞到這樣子 欸 政府要怎麼收手啊 我們看它辦案的破綻 好 調查局 本來是把它送到高檢署 對 高檢署是辦什麼罪 外患內亂罪 這不是內亂嘛 對 這是用外患罪辦的 外患罪也不嚴重 嚴重啊 非常嚴重 外患其實就是叛國 對 可是我們是一個中國啊 對 那個不是理由 沒關係 我是說它用外患罪辦它 不管是不是一個中國 就是說用外患罪辦它 調查局認定這非常嚴重 對 這個高檢署有承接嗎 沒有啊 證據不足 證據不足 要去找什麼 對 地檢署 地檢署要去說 不然我們用他治案 是喔 這麼嚴重要用他治案 他治案還沒成案 他自然就是僅止於傳言證據跟懷疑而已 對 好 那如果說 調查局認定是外患罪 為什麼給一個外患罪的人董事長 而且你調查局如果認為是外患罪 高檢署要你補證據的時候 你應該趕快去蒐證 然後趕快補證據 再送去高檢署 他不是調查局說 沒有啦 那我就送地檢就好了 你就不要外患罪了 嚴晃 你要跟人家講它是外患罪 這是何等重大的指控 你資料不用傳嗎 這根本就沒什麼資料 對啊 你資料沒有傳嗎 你要主動人家是外患罪 你不要 他裡面有兩句 非常經典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當調查局說這是共諜的時候 誰先說這不是共諜的 入委會 對 然後第二件事情 當時要說要送更多資料 你要給我更多資料 入委說我是中立單位 我不能再涉入這個案子 他是主動去提告的人 他說我不能提供資料了 所以你看這個過程到現在為止 荒謬 不荒謬 因為中間發生就是 國台辦跟環球時報講話 對 這個等一下講 中國的反應 他不是共諜 是王毅錡講的嗎 不是 撕掉王毅錡講的 是聯合報紙 我說他被吸收 新聞 放話 張顯愛光碟案 對岸怎麼看 光碟案 光碟案 對不起 我剛剛講什麼 你講 沒有 每人前面已經暴露秘密了是不是 接下來的最上次 未來兩天有光碟出來 明天會有光碟出來 但是他沒有講說 戀愛光碟 光碟一出來相信他就吞進光碟 光碟一出來他就吞了 我錯人圈那麼久 也不至於把共諜案講成光碟案 你泄密了 我泄密了 我泄密了 不是 這裡面應該鬼來看 為什麼 大陸怎麼看 為什麼在這裡面 環球時報是說 這個太過離奇 國台辦是說 只需烏有 所以剛剛傑銘講那個過程就是說 一開始調查局放話給聯合報 我相信聯合報 因為我跟立鴻都在聯合報帶過 我們知道聯合報的編輯體系 其實非常嚴謹 你敢放頭版頭的新聞 絕對有消息來源 他不可能說我隨便掰 而且這個消息來源 應該是很有可信 所以他一定有他的消息來源 說他是共諜 然後陸委會不講話 總統府不講話 相關通常委通通不講話 被高檢署駁回來 調查局也不敢講話 一直到什麼時候 上禮拜五 環球時報 人民日報的海外網 環球時報的社論 寫了一大篇 那是中國的官方 第一次針對張顯耀 被指為共諜的正式表態 他講得太過離奇 當然裡面還講了很多事情 意思是說張顯耀這個人 放在檯面上 比放在檯面下好用 對我們北京來講 意思說 我根本不會找他當共諜 你們別傻了 而且還把馬英九罵一頓說 這是台灣的內亂 是你馬英九自己的內部控制 出了問題等等 他還取笑馬英九 他這樣講 他說張顯耀這個人 其實不適合當兩岸談判代表 你知道嗎 為什麼他不適合 沒有 他就說他的性格 他其實裡頭還寫 張顯耀性格其實 連這個當兩岸談判代表 都不適合 但是意思就是叫說這種人 馬英九你也不適合